在直播室見到蔡依子出去了 因為同事有些事搞 例如在賣魚找人拍造型照 然後在隔壁房間有些事在搞 無所謂的小事 很曖昧,我和阿鵬在畫面只有兩個人 很少會見這些畫面 你少做,我們經常探索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我一個人在這裏也有這麼多機會 一個對兩個,我一回來也是這樣 聊天,聊兩個小時 剛才休息前說到每年九萬人離開香港 我不跟政府爭辯,這些是遷移 一定是移民 移民回來還是不回來,我不跟他們爭辯 我可以預視一下 二十年之後的香港,三十年之後的香港 會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會變成怎樣 會變成怎樣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我們是用一個最悲觀的想法去想 不要積極的,要悲觀的 因為世界各地自古以來 是有很多很厲害的城市 即是城市 即是走向衰落,滅亡 巴比倫 即是威尼斯,熱藍 即是那些 即是原本是很輝煌的 刺測一時的 很多原因就是 因為那些城市的人 聰明的人 走了 去了隔壁對家幫忙 一路一路就衰落 他又死不去 他還吊著命 死不去 即是那時很多猶太人的科學家 都走到美國那邊幫他們做研究 所以美國的科學就這麼好 科學道理 英國也有很多這些城市 英國以前那些 利物浦、曼徹斯特那些 曾經是工業很輝煌的時候 真的很厲害 但當工業開始走下坡的時候 現在就只是踢坡 神秘的情況 例如鵬很喜歡的三星都是很神秘的 他們的文明是很高的 有人想是否伊朗那邊的祖先走過去 但突然之間一夜之間又燒光了 放棄了那個地方 可能是受壓迫 然後就離開 但離開後他又不捨得一些東西 想著會回來 所以他就一層層鋪了到三星堆的廢坑 譬如說下面是銅器、金器、象牙 一層層鋪 但不是擺放得好 總之都放進去就算了 感覺是會回來 當然他們沒有回來 另外一個就是柬埔寨 柬埔寨的神秘的吳哥窟 也是很厲害的文明 曾經很厲害 又是突然之間被迫遷移 又是走過去 走完之後那個地方便玩完了 可能原本剩下幾件醉酒佬 但走完那些勁人便玩完了 還有以下這番話 就是跟新香港人說的 即是新香港人你們 要講普通話而已 不是我中文 都懂得聽廣東話 要有心理準備 我幫你翻譯 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我們這些舊一批的香港人 講得阿蔡我們多做二十多三十年的事 我們都退休了 有命的便享受到退休 沒有命可能做一做節目 就一致肚血突然暴斃 最多我預先是三十年了 七十多歲 即是舊舊的香港人說廢屋 好繼續 我收到封國安法加了新款 如果翻譯普通話 翻譯得不準確 不是吧 我剛好正宗那些普通話 因為普通話是一種母語 如果你胡亂翻譯 都是有侮辱的成分 不算買不到樓沒有屋住的舊香港人 基本上大部份的舊香港人 其實生活都很腐足 正常的 平均來說 不要用極端住劏房 這班人 如果你說香港未來衰落 一般城市衰落 只見真相 到真的香港衰落的時候 我們這批舊的香港人都退休 退休 吃NPF 拿政府中援 自己有物業 基本上生活應該不會太受影響 但記住 那時香港已經衰落 沒有前景 樓市爆煲 股票不暢黃 就業機會少 沒有外國投資者來投資 那些新香港人來了 現在幾歲的那些 二十多三十年之後 到你出來做事 那時你是一池死水 你是面對一個一池死水的香港 即是新香港人的第一代 第二代 到時是誰受這個惡過 不是我們這班舊香港人 是現在準備移民來香港 即是還是幾歲的那些新香港人 那些子女 那些他接下來長大的時候 他就要受香港衰落的時候 那個情景 高失業率 那沒有的 有很多新香港人移民過來香港 又或者來到香港 移回到大灣區嗎 不會 他們來到香港 那你當然就是見到 因為這是一個最壞的打算 不是說現在 例如以前有很多新香港人 移民來香港 其實他們就是見到香港有不同 即香港有特別的地方 不 你無緣無故過來做什麼 正如現在那些人走 為何要移民 去英國 就是因為看到英國和我們香港 有些不同 那就是過去 香港現在已經不同了 對 那當然在說以前 但有一個很煩賤的事情 就是一些人來到香港 你又不跟香港的規則 又不跟香港的文化 不跟他們的玩法 要理就他 對 嘗試把香港 變回你來的地方 明明我坐小巴 就用八達通給錢 為何八達通機 旁邊要多了一塊 不知道什麼 支付系統 還要拿一個電話出來 吐那個什麼 什麼 狗屎垃圾馬 吐都吐 沒有反應 還要那些人 說那些不是說廣話 這是什麼人 對 問題就好像周鵬說 OK 你們過來 其實現在香港已經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之處 你們來到 如果你說移民潮之後 最後 遭遇的是哪些人 就你們自己遭遇 很簡單 即是不要說不關你的事 真的關你們 那你要同化我們 其實蔡先生 很諷刺 你來到 就是因為覺得 你搬屋而已 我搬一間新屋 就因為覺得新屋好些 大些 漂亮些 多些空間 你搬完去新屋 那裏 你又想把舊屋那套的東西 放回新屋 那裏 你為什麼要搬新屋 聽說有些外國反華勢力的國家 好像小鎮 有一些黃皮膚的人 買了一間屋 住了下去 旁邊左右的鄰居 會靜悄悄搬走 就賣了一間屋 因為他覺得 好像改變了一個環境 是的 有很多這些故事 是的 即是他大愛 你既然這麼喜歡這裏 那我離開 其實現在香港的情況也是這樣 不過你看回 其實有一個數字 那個叫做 單純正例香港 所謂成為香港新移民 那些 為什麼數字會跌呢 我猜 以前香港吸引的地方 可能香港都不是他們的中站 他們在新加坡 是的 那些叫做 什麼專材計劃也好 總之他有方法申請來香港 下來 下來拿了七年之後 那個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他就再好像跳板一樣 跳去外國 很多都是 他就不是想留在香港 好 但是現在的情況 不是疫情關係 是來到香港之後 那裏又說制裁 那裏又說什麼 我下來拿了香港身份證 根本我也走不了 沒有用 是的 他原本就是想著下來香港 拿著他可以拿到的一些資產 然後就用香港換了身份 跳去其他地方 裝作香港人 是的 但現在這條路都已經不成功了 既然是這樣 香港對於他來說沒有價值 所以就不用那麼多下來 不如留在上面 那些是說 可能他們本身都有一定的能力 生活質素比較好的那些 他來到香港也應該好些 但有絕大部份 比起跳水的金牌一定很好 對 但有很多例子 例如我阿嬤那些年代 我婆婆那些 其實都是在大陸偷渡過來的 游泳 游泳過來他們是沒有警 他們就是看到香港有一個差別 他們才會下來 但剛才你說 是不是現在讓給別人 其實我覺得不是讓 現在是很搞笑 有個朋友來了你的房子 然後跟你說 你走 你走 不是 那我就走 稟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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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稟 現在是這樣的 有某位大地產商也禁他 香港年輕人不喜歡香港便走 對 我覺得這個概念是很白癡的 你有什麼理由來到我的地方 然後叫我走 那麼有趣 那你為什麼過來呢 但香港人真的很順滩 他真的叫你走 大外 即是走到英國 現在就走給你看 有很多都是這樣的 跟乘巴士一樣 上車明明沒有位 他可以叫你起來讓給他 這個是關愛座 不是 隔壁的才是關愛座 我覺得標誌隔壁的也是關愛座 他就叫你起來 有些人是這樣的 但香港人就是 這樣嗎 那我就走了 你傷殘的就讓給你 現在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 政府現在出來的情況是這樣 當然他們未必會面對現實 因為他們是換屆 他不會背這個責任上身 是因為我搞成的 那就換一屆 看看連任也好 還是換身也好 看看誰搞 但現在出來就是 要承受這件事了 現在不是這樣 走了九萬個 就當沒事了 即是那個 那個廣大那個 什麼社會 什麼分析書 葉兆輝 他講完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能幹 我不知道 但他講了事實出來 政府真的要用心去處理這件問題 是啊 他不是把九萬個機械人出來 香港就沒有問題 這九萬個人離開對於香港 每年 還要說了2023是高峰 不論是什麼行業 風水師是這麼說 語言家是這麼說 經濟學家是這麼說 移民專家也是這麼說 九萬個還未是高峰 2223才是 到時 印度人人 因為現在有瘟疫 其實阻礙了一些人去遷移 很麻煩 到瘟疫搞定了之後 那些人都部署好了 準備好了 你說移民就移民 都要部署的 可能要部署四五三幾年 即是他還沒去到那個 peak 例如說九萬個 有些人心大心小 在想 對 最急的是要走的 就走了 例如我們之前看BNO的移民詞 李靈大那些很急 就走了 但有些人可能在想 考慮中 走又行 不走又可以 頂到 最多我不看新聞 可能過多幾年 疫情都結束了 可能那時 高峰就是那時出現 看到其他國家 都清零了 例如去英國 去日本 台灣 那時就出現了高峰 但一來 他自己也走 可能藍絲走得更快 這個不排除 走之走得更加快 這個我不跟他爭 但有時走了之後 結果 骨牌效應 即是那些蝴蝶效應 有時你是估計不到 我們很久之前也有說 那些叫直資學校 我們有提過 小心收心不足 已經來了 即是那時有錢的中產家庭 他的子女 不要讀直資 不要香港讀國際學校 索性去外國讀 那些名牌中學 你不要以為 不關自己的事 現在就糟糕了 那些名校 那些老師走了三分之一 是啊 那你沒有學生 就不職 加上他可能知道自己收不到口 無緣無故會說了 一些不應該說的事情 那就移民 還有他們那些老師人工好 有那麼長時間的職促 那就賣一兩層樓 然後移民英國 香港的樓可以繼續放租 還有聽說他們可以在英國那邊 又收香港學生 即是他們不會失業 直資學校沒有很多老師 資深的老師 接著又沒有了大批的學生 還有通常那些 你那家武校 那些要很多人捐款 還有那些老師很貴的 不跟市價 校長說你值多少就值多少 那些老師 那裏一闊三大 沒有了有錢家長捐錢給這家武校 你還不趴家這家學校 連科豆這些精英都要移民的時候 香港真的沒路了 還有一樣要留意就是 前天內地已經公佈了 他們說接下來的時間 不可以用外國的教科書 既然不能用外國的教科書 即是外地來的老師 都已經說了 盡量少用甚至是不給用 不讓外國進口的教科書 用回家的教科書 代表什麼 原本在香港有一批老師 上了去大灣區 搞補習社 這幾年收拾到 真是蜜都穿不下肥 肥仔水那些 有機會全部沒得混 要下來香港 下來香港又沒有學生 又大批老師回流 然後有些老師又不做 又不知 去了出來又要找工作 香港那些叫做職業的移民潮 大家在狂轉工 因為有些回到大灣區找食 那些幾樣都打壓 你玩打機的上面又打壓 教育那些又打壓 全部要整治 上面這個良好政策 但是你搞了一批 上了香港人又要回來香港 到時真的亂撞鋼 不過香港衰落的時候 我們都退休了 就不是很大影響 退休但也在香港 你看到到處 看到一些 咦?阿發 幹嘛你黑食 你不是有護照 我走了 那時候我走了 要預視到很多 我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東西 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劣質 可能那些電梯突然爆炸 自動樓梯爆開 火災報警沒有消防車到 或者打開花灑頭 水龍頭沒有水 出街開車 無緣無故會跳到你的車 啪啪 有些我們以為是搞笑片 在YouTube看到的那些 可能會在香港發生 然後可能醫生 又變成不知道哪些地區的醫生 開刀之前要封封封禮事 不是吧 是不是很難說 其實很可悲 不知道 真是 要質化 倒退 對 像我這樣 或者有些人 可能他有外國護照 或者他家裡 也有能力可以離開 但問題就是 你可以離開 跟你想不想離開 也是兩件事 這是我的地方 我家裡 你進了我家 你叫我離開 我可以離開 但我離開不離開 是我決定 有時候不是說 一定 走到就走 有些人覺得 我喜歡這個地方 我長大就是這個地方 我喜歡留在這裏 其實都是很悲哀的 這件事 很多民生事 鐵路系統開始越來越差 醫療系統越來越差 定時定後醫死人 那些 又追究不了 有時候 要作最壞打算 要有心理準備 沒錯 如果由偉大的祖國說 叫9萬人來香港 這些是異事 其實 是什麼側比的9萬人 你不理的 到時 內地這麼多人才 到時 你公佈而已 例如說 連任也好 新特首也好 到時公佈一個 為了慶祝 新一屆特首 我們早就談了 由於香港人口數字下跌 我們就會 奉寬一些 分5年 每年大概有2萬個內地高質家庭移民 香港 補充勞動力 你方不會嗎 一定會 一定會 最好 13億拿9萬稅了 最好你們香港人都離開了 你們這幫暴徒 你們都離開了 中國有很多人 那邊搶著你 七百萬人 精英 我們內地有很多 最好 保持香港 在世界的地位 自由的交易 有其他國家 可以自由進口 但最好 香港裏面 全部都是新大陸人 這就完美了 最好 我們不是最害怕 因為我們是聽華那批 其實最害怕 就是李慧琼那批 因為原本 清剿黑暴 民主派 不是他們都坐牢 應該是他們天下 沒錯 但是移民潮 九萬人當中 可能有很多都是他們那些 競爭對手 不是 支持者 就是幫他們投票 捐錢 因為那些都是專業人士 他們都移民 然後為了補充 就來了一批他不懂的專才 不懂那批專才 就不會聽民建聯的話 成為了一股新的勢力 原本民建聯和建制派那些傳統勢力 就變成了弱勢 因為有些新的人補充來 那九萬人當然是新黨 不用說話 要再左一點 中國的概念 我當然是寧願請自己人 為何要請一個我們這些外國人 所以牧家駿老師他就這麼心急 要砌五家朗三豬肉 要表示效忠 我又提他 因為怕沒得混 急著表態 急著表態 牧家駿這些到時為了令香港繁榮穩定 就要捉出來鞭 現在可能先不用著 你知道什麼是臘肉 臘肉的作用就是當你製成了臘肉之後 可以掛幾年才拿出來吃 牧家駿那些就是一條臘肉 到有西嬌的時候就切給香港人吃 喂 剛剛是時候了 拿來祭旗 捉他來邊 所以大家放心 你以為不會抽後算了 熟悉 看看到時怎樣用它 有幾件那些 我現在看看開始明白 例如大頭佛開會開車的那個 郭偉強 都是一條臘肉 肚餓時適當時 香港人有需要就拿出來 昨天白衣人又剛剛拿了一件 也有很多條臘肉掛了 有需要就拿條來用一下 香港政府是很聰明的 我們不需要太擔心 這些國家大善 我們的凡夫俗子都不擔憂一個幾個 我們繼續口腔其喝飲食食最好 香港就趕吃趕吃趕去 留在香港 香港繁榮穩定沒有問題 我真是幾人休天 不要想太多 乖好不好 不要緊 買pizza吃 最緊要 買pizza 說多兩句 為了表示我科豆 跟這位聽眾道歉 欺騙了我們自己有的感情 我現在出去叫pizza 請全公司吃 好棒 好棒 為了Janet說個sorry 順便表白 所以為何做電台越做越窮 越做越少錢 早前才請完吃鐵板餐 為何又請吃pizza 憑困問題很難處理 我們公司都憑褲懸殊 憑困問題很麻煩 你左手的Omega 請全個數碼講食就可以了 我兩隻手都沒有標 標你又沒有 是的 D100.net網上PayPal訂購 自己有請訂購D100香港台 如果有任何查詢 可以電郵去info at D100.net info at D100.net WhatsApp去91671611 又或者打電話22971999 一起把聲音留住 續訂D100香港台 延續節目人才